来跟你分享一个正宗鱼丸的详细制作过程 我是阿菜 你只要认真看 保证让你一看就会 这边我选用了黑鱼 你可以选用炒鱼或者连鱼 鱼肉片下来之后给它去皮 再把这红色的地方剔除掉 鱼丸做出来才会色泽解白 用刀把它剁成泥 如果用角肉剂的话 口感没有那么好 准备好葱姜盐 加清水调成葱姜汁 可以提味去腥增香 加少许碗豆淀粉 朝同一个方向不断地搅拌至起茎上浆 水要分多次慢慢加 让它吸收 搅拌至细腻超级有练心 准备两个蛋清 打发至起白色小泡沫 这就是鱼丸色泽解白 轻飘飘的关键 搅拌均匀至融合在一起 教的这么详细 点个小红心吧 谢谢 起锅烧油 先来把鱼骨头煎至两面金黄 这样子煮的时候肉汁不会散开 汤汁更鲜甜 加葱姜去腥 下开水 这是汤色熔白的关键 大火煮了5分钟 鱼骨头捞起来装盘 淋上中鱼酱油 撒蒜末 葱花 小米椒 最后一勺热油把它酱香 第一道菜 白灼鱼骨搞定 锅中保持小火 用勺子把鱼丸刮下去 准备10克干裙带菜 用温水泡发3分钟 别下太多 一点点就可以泡发这么一大盆 鱼丸煮开之后下裙带菜 调料加盐 枸杞 倒煮煮2分钟即可开吃 每天跟你分享做菜的小技巧 学到就是你赚到 不要错过哦